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第四 辅导员给参加夏令营的某一组人员发苹果 第一个人呢发一个苹果和余下的九分之一 第二个人发两个苹果和余下的九分之一 第三个人发三个苹果和余下的九分之一 以此为推 最后呢恰好分完了 并且每个人分到的苹果数量是相同的 问一共有多少个苹果 这一组一共有多少人呢 那在这儿我们就会来想了 在这道题里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苹果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每次分了几个呢 我也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那这题要如何来解呢 当然了对于这道题而言 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办法都可以解决它的 不妨我们来想一想 在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省脑子但是比较费事的方程 而这道题是这样的 就算你直接设原就设一共有X苹果 这道题也一样可以解出来 只不过你设原的不同会导致方程解体来难度不一样 而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然后方程也不那么困难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了 按照这种分法 第一个人分了加仪下的九分之一 第二个人分了加仪下的九分之一 那按照这种情况不是应该子子孙孙无穷溃也吗 你每次都是多少个加仪下的几分之几 你那余下的还剩啊 那不能继续分下去 为什么会正好分完呢 相信同学们可能也会集中到这一点上 如果你能想清楚想清楚这一点 实际上这道题就非常简单了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分到了该他拿的那几个苹果之后 还有余下的吗 一定是没有了 如果有余下的 他取了九分之一 那还剩九分之八 一定还有再剩 所以只能说明那种情况 那就是最后一个人分完之后 没了 那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一共有X人 第一个人分了一个 加上他余下的九分之一 第二个人分了两个 加上他余下的九分之一 这样以此类推 那到了第N个人 应该正好分了N个 而此时X个吧 X个人 那最后分的就是X个 正好分完了 没有余下的九分之一 但是同学们想 这个倒数第二个人 他应该是怎么分的呢 他应该分了X减一个 再加上余下的九分之一 哎 同学们 到了这儿 我们就会发现了 哦 这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人分了X减一 加上余下的九分之一之后呢 剩下的就给了最后一个人 而最后一个人拿到了X个就没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剩下的也就是那个余下的九分之八 应该就是X 哎 那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大家想一想 他拿了X减一个苹果 再加上余下的九分之一 还剩了X个 这X个给了第X个人 拿走之后没有余的了 只有唯一的这一种情况吧 那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最后一个人就拿了X个 而倒数第二个人拿了多少呢 拿了一个X减一 再加上这个东东 而这个东东是什么 是余下的九分之八是X 那余下的九分之一 应该是什么 这个同学们能倒腾的过来吗 或者换句话想 你拿走了九分当中的一份 剩了八分 八分是X 那一份自然就是八分之X 所以再加上一个八分之X 得到的就应该是倒数第二个人 拿到的苹果 而X是最后一个人拿到的苹果 这两个又一样 所以从这儿我们就能得到 这样的一个方程 而这个方程还是挺好解的 也就是X和X的抵消 八分之X减一等于零 X自然就等于八了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过程 我就设有X个人 那第一X人他就拿了X个苹果 所以X减一加上八分之X就等于X 那么X就等于八 说明一共有八个人 然后每个人应该拿了八个苹果 因为第八个人拿了八个苹果 每人拿的都一样啊 所以最后得到的每人分八个苹果 一共有六十四个苹果了 对于这道题而言 你可以有不同的入手方式 可以列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程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多分析一步 相对来讲 你分析的越多 你这个方程列起来 就会越简单了